今天呢就是要穿上这个汉服 然后走到大街上 等会呢我们要去子寒的教室里面 参加他们的一个中秋节活动 活动的内容呢有猜灯迷 然后还有奖品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猜灯迷 我估计我都不会吧 所以呢这个嘛 重大参与 今天呢也会有好多的妈妈们 穿着看服 然后参加他们的班级的一个活动 这次呢比较特殊 本来说他们说要走秀 然后又觉得这个天气会受影响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天气还蛮好的 外面又没有下雨 也没有就是那种大太阳 不知道今天的活动会怎么样 反正就是只有一个小时 所以呢我就穿着这个看服 虽然这个肚子有点明显 但是呢 还是体验一下 我从来没有穿过汉服 也没有穿过汉服 走到大街上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紧张 如果出去了 别人看到我穿汉服会怎么样 毕竟在楼底穿汉服的 我在大街上我没有看到过 所以呢今天呢会带到大家看了很多的美女妈妈们 穿着汉服是怎么样子的一个 看看别人家穿什么样的汉服啊 下一次如果说 生完宝宝了身材还没有变的话 就可以多背几套就是比较 比较好的汉服嘛 也可以借鉴一下别人怎么穿搭 你看我这 我这就直接 记着个蝴蝶结 其实我不大会 其实它这里有滚好多穿 然后这边记个双耳 呃那个 当然我不会嘛 所以随着这样子 随它这样子记着吧 只要不掉就好了 感觉有点太烧啦 这里挂了好多衣服 你知道吗 今天洗的衣服 刚刚在外面的那一刻 我又感觉 感觉好尴尬啊 不尴尬啊 等下我又看到有人穿了汉服进去了 我才进去 才下车 怂 怂 现在我有点担心的是 就是那些妈妈们都没穿 那只有我一个人穿的话 我就嘎嘎死了 躲在地洞里面 扎个地洞里面去躲起来 我这个算是最朴素的汉服了 因为我没有化妆 折化了眉毛 然后那个淡淡的 而且是没有那个头饰 头型 那个头发的形状 然后耳坠 这些都没有 然后我这个呢 本来这个颜色也很素的 怎么办了 好尴尬 没人穿啊 感觉 我刚刚问了一下 那个老师 我说我都要回去了 我都要回去换衣服了 还是回去算了吧 现在来回的在这边转 我都不知道我该不该上去 没人穿啊 有没有人穿安服啊 老师们 没有啊 没关系啊 你稍微啊 我的我的 我的天哪 真的没有人穿 本来是想来这边 参观一下他们 老师们的 哈 结果没一个人穿 都被 这个是你画的吗 看一下 天空花的 哦 要花了 月底 哦 哦 你的被子在哪啊 哦 被子在哪啊 啊 有什么呢 啊 给老师讲一下 你的被子在哪啊 来 你的书波带没有弄的 给大家看一下哦 没有 居然没有一个人穿 嗯 我太尴尬了 好 爬到心头 来来来来 哦 掉了 你的书 啊 好 我们要回去了 拜拜 拜拜 别是坤了 嗯 走喽 你拿不来的洞 我 我帮你吧 来我帮你提 我来提 我来提 妈妈提个洞 走 太帅了 我就看到一个 还是我们下来的时候看到一个 有一个人穿汉服 我说终于看到有人穿汉服了 我刚开始不好意思上去 走上去又走下来 走上去又走下来 然后上去直接接了就回来了是吧 对 我说我被他们忽悠了 因为我看到拳里面有人说 刚好买了汉服什么的 那结果都没穿 妈妈怎么外面 我们去一下菜市场吧 菜市场还是超市 妈妈 33 媽媽